大家好,歡迎回到早間的士駕駛報告 今早一開工,就遲了一個小時開,差不多六點才開工 你看到天都光亮了,很少開天都光亮了才開工 現在先去找客人 去一去我最喜歡的荃灣西站,不是很多車 不知道等多久,先排一下 預算上一些短途的,如果上到荷木樹已經很幸運了,有五六十元 結果是沒那麼幸運的 等了差不多十分鐘,上了客人 荃灣西站就上客人去向車街 很短途的,不跳標的 不過老人家走不到,沒辦法,就坐的士 這裡也沒有車到鄉車街 沒有巴士小巴去鄉車街,就能理解到為何會坐 唯有希望下一支會長一點 下客後就立即在ABSO接觸客人 調頭出奇德磚的位置 奇德磚去伊莉莎白醫院 3號鋼線 然後最後就出佐敦道 6點多鐘 比起假期來說,6點多鐘 即平日的6點多鐘就會開始多車了 6、7點 你看到 假期6、7點 這條街應該還是很安靜的 但現在早上,平日的6、7點就會 已經開始比較旺了 現在一直去伊莉莎白醫院,經3號鋼線 不過呢,暫時還好的 沒有塞車 那就 經佐敦道一路去 那都尚算暢通的 那要趁這個黃金時間呢 大概10點前呢 做多些生意就會比較好 因為這是平日的黃金時間 6點到10點 我個人感覺 那 現在繼續找客人 暫時沒有客人 打算上右邊的軍儀風 等一下 那 剛好呢 Apps也有接了客人 那呢 是接到客人 那現在呢 就去上客人 去找客人 去找客人 那這個客人呢 就在浩田 浩田就很多人搭的士 那雖然很多都是短途和過海 但是 浩田就真的是一個很多人搭的士的地方 那現在浩田就上車呢 就去九龍塘站 那 那 非常之近啊 而且都很快完成的 因為 現在沒有什麼渴車的 這個中數 那 不會塞住了 剛才那個位置 反而假期這個位置就會塞 假期 浩田 落回去 窩打路 就會好塞 但是現在去呢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 那 那個客人呢 就 不想在那個的士站上下的 他想轉油這個位置 那無所謂啦 那 下了之後 就繼續接下客人 那 又要調頭出 河民田啦 雖然 呃 好像 九龍塘去回河民田 好像很遠的樣子 但是 其實呢 五分鐘之外呢 怎麼都去到的 所以其實 實質上 都不是那麼遠的 就是譬如你九龍塘 你下褲子很近啊 但是如果你接了一個客人在樂府呢 我想你都 要用的 時間還給我回回河民田多啊 因為我是直接開出這個窩打路到公主道這樣走 那 由河民田御農居呢 就去 北角觀立小學的 那麼 早上 現在差不多7點了 洪水就 塞車了開始 那麼你見到校巴有啦 貨車有啦 私家車有啦 的士有啦 那麼各項各業的人都開始就上班啊 做事的啦 那麼就 所以比較失敗的 現在都 但是 都尚算會流動的 那麼都是排我最喜歡的那條左翼線啦 那麼就 洪水就 就是你要 一直在這裡放進去的啦 就要跟 怎樣都要欠一下位的啦 入洪水的話 要不然你有排都不出 出不了啦 那麼 現在就經洪水港島啦 那麼 上東區走落 那麼雖然呢 北角觀立小學呢 名字叫北角啦 但是呢 就千萬不要在北角的出口出口 其實是 應該就要在 質如沖的出口出的 因為北角觀立小學呢 實質上呢 其實在 質如沖的 邊邊位 或者 基本上是質如沖站 質如沖隔離 所以就 不就在北角那邊出口出口了 有時候的地名就是這樣啦 就是 雖然又不會叫質如沖 觀立小學的 呵呵呵 那麼我現在落客啦 那其實我要接回另一個客人呢 都是北角觀立小學的 但在對面那個位 那我就由 又進這條路啦 然後再掉頭啦 再轉右出來 那現在呢 等一下那個客人先 那麼這個客人都 額 都用了一段時間 等了一陣子 在這個黃金時間 難免有點焦急 而且我已經有少少尿意了 已經有少少急尿 轉了我等那麼久 不過算了 再等一等了 上了客戶了 不過觀納小學就上了客戶 回到九龍 寧波第二中學 即是秀謀平那裏 現在回到九龍 回到九龍 東瑞 暫時不會很失敗的 但是如果是 由九龍過來港島 應該就會有點失車 現在沿著東瑞回到九龍 回到九龍我也很開心 因為始終九龍車回到九龍 是有種歸屬感的 現在沿著東瑞回到九龍 你看到對面就有很多車了 東瑞對面那裏 那麼多車 那麼 現在就一直 上張溫澳道 進入將軍澳上守茂瓶都 都多車了 現在又 那麼平日的做法 和假日不同 就是 你要 有時候要想怎樣避失車位 不過有時候你想啊或者怎樣安排 怎樣操作之下呢 最後都有客人會帶到你去失車位 不過 今天我的心態是休閒 去做的 我 不會像之前的影片那樣 又不吃飯 又不休息 又不去廁所 所以 心態不同了 失車都沒什麼所謂的 呵呵呵呵呵 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之前都有點急 因為發覺自己 那麼現在 落完客人呢 去一去廁所先 那麼 這裡後面那裏呢 就有個公廁 那麼 拍一拍 然後呢 去完廁所之後呢 就繼續找客人了 那麼去壽無瓶商場啦 那麼這個都是一個 很多客人會上車的熱點來的 那麼來到 唉 已經很快排第二位了 那麼 不錯 那麼 咦 前面的車都很快流動 那麼現在又上客了 那是街客來的 秀貿易商場人去王后大道中 上環 呵呵呵呵呵 街客過海又 那麼 呃 就是有得收來回程過海廢咯 街客就 不過剛才看到啦 東瑞 出港島 九龍出港島是 很失車的 那麼 呃 呃 但是有個方法 之前的客人都會教我 怎樣 盡量去避開塞車呢 就是由 呃 走這個 啟田道這樣去的 那你見到前面的619X巴士呢 他都是 呃 用這個方法 這樣走啟田道去的 那麼 其實中途這裏都沒有站的 他沒有巴士站的 在南田平田這些位置 沒有巴士站的 但是他都是 走啟田道去的 那你就知道這條路呢 應該都 走開這條路的人呢 都會知道呢 走這條路呢 是會比較快一點的 可以避開剛才那個塞車位 那好吧就 在這裏 洩進冬水了 那始終就冬水都不會紅水那麼塞的 都不會搞好久的 5分鐘之內 應該都可以進到的 那 那客人說什麼 那客人剛才一上我車的時候還說什麼 遇到貴人 遇到 很幸運 一來 就 肯讓他上過海 我都明白的 我自己作為乘客呢 我之前也試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我都試過 街客 我自己坐的士 因為我會做事嘛 我都試過在羅邊神道 想接的士過海 但是 不成功 呃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要過海 我不會坐的士 我會坐 其他的交通工具 所以就 我都理解到為什麼他們很幸運 因為 一來上我那輛車 然後我就肯過 我不知道如果前後那些師傅 也有機會有 有他們不熟路或者怎樣 就不一定肯去 所以 所以 無所謂 現在就到了 皇后打到鐘了 那就 繼續 找客 出奇地一路路都沒有客 那麼 但是呢在這個位置我接觸過客 帶他上荷里活島 趁起步一夜咳了上去 不過其實真的有點心急 如果下次真的 這麼急的話 下一個路口才上 下一個路口 還有路口上荷里活島 純粹自己心急 那荷里活島上那一刻 去花園道3號 短途 不過 有加成 即是有Uber的加成 這支旗都 四字尾 四字頭尾 那即是 比起本身是多 都有20元 以上 因為這支旗本身一定是27元 這樣繼續 找客 那 那其實 現在走到 為什麼轉了下來呢 其實是因為呢 接了個客人去堅渡 但是突然想起堅渡呢 7點打後呢 的士不能進行 私家車不能進行 那麼 唯有調回頭下去 繼續找客人 那麼現在去哪裏呢 看看 置地吧 那麼 那麼 置地 不過早上 都預料了 置地 都有車牌 早上 都應該沒有什麼客人 會坐的士走 所以坐的士來自地的人 應該會很多 走的應該沒有什麼 那哪裡會有客人出現呢 我的感覺是 中環碼頭 因為譬如那些 在尖沙咀坐天星少林過來呀 或者 漁景灣坐船過來呀 或者馬灣坐船出來 他們有機會轉乘的士 去他們要去的地方 所以就 來一來 中環碼頭這邊 那果然呢 流動得都很快的 你看看 那麼很快就上了客人 街客呢 就上 中環碼頭呢 就上山頂的明德國際醫院啦 那我想應該有得走呀 早上山頂應該不會很多的士吧 那一陣子再看看是不是啦 那就 會經 紅棉路 再上馬基斯峽道 再上山頂道 再轉到加利山道 那這支旗呢 呃 雖然就 你感覺上用的時間很長 整十幾分鐘 但因為呢 你全程呢 你都很難以超過50公里的時速行駛 因為彎多路窄 而且又多車 所以這支旗呢 雖然駕駛很久呀 但實質上呢 只有80元 那就是 都都都都都都算好的 因為你 中環碼頭都可以上一些很短的 上環呀 去中環本山呀 可能 27元也有的 30元也有的 所以 想知道去山頂明德國際縣也很開心的 又看看風景呀 休閒一下 那麼 去山頂的路都很好玩的 轉來轉去 那麼 我喜歡開車的 所以 都享受的 那麼 偷這條小路上去啦 Google Map教的 但是 我知道可以前面轉的 其實我 不過就 偷一端小路 喜歡走走些較窄的路 現在到了明德國際縣 那麼就 下車了 繼續 找一下 看App C是沒有的呀 竟然 哈哈 那麼 我還以為 這裡 細到有機會 會有客 那麼 放一旁去看看App C 真的沒有 算吧 小小的地氣滾下去 應該下去就會快一點 因為始終是下車 現在就... 但我看到 下來的的士一半一半 一半有客人 一半沒有客人 但真的沒有 看完Apps 如果山頂 我猜人們用HKTaxe 多 真是沒有 或者 可能他們也未必要坐的士 可能是私人私機 唯有死屍地氣滾下去 都會開著HKTaxe 看看 看看有沒有 去到這個位置 附近有將金道 但我已經錯過了 入金道的出口 因為剛才馬基斯俠島和山頂島交界的位置是可以入金道的 但唯有下個路口進去 去金道的家樂園 不過入家樂園的路比較窄 你看 又要退一次了 因為這個出入口的位置也是比較窄 上了這個客人 由家樂園去原創坊 原創坊 原創坊 就是去半山的位置 其實我剛才的位置是轉左 金道就直接出馬基斯俠島 不過 一來那邊比較窄 二來我就一下就 因為我經常都習慣哪邊入就哪邊出 一下就轉右 不過那下都沒有窄型的 不過那下也沒有窄型的 還說那條路也比較窄 如果一陣子要走金道 不過 是啊 就是 現在就一直到羅賤神道了 那 坐下的路線是羅賤神道 到羅賤神道 到圍城道 到肩道 肩道轉 奧卑里街 之後再 再轉左 直去 斯丹頓街就是了 那現在就一直在羅邊神道 羅邊神道到堅道就靠這條衛城道 衛城道一路走下去就可以去到堅道 那堅道你想反過來走呢 那你就要轉入奧比利街再轉入斯丹頓街 這個是我自己內心會想的東西 那已經到了原創坊了 那就下客啦 那之後就繼續找客人 出一出荷里活道 不過就算是拍一拍一邊看Apps 那突然就接了客人 即是接到客人 那又要回到歌庫街 即是狗機遊覽附近那些位置 那這裏 歌庫街就上個客人去新蒲江大友街 那走西水的 那幾好走西水 那現在呢就 會沿路下去走西水 那現在就 轉左 然後走西水出 那客人肯走西水是不錯的 因為如果你走紅水 即是走紅水 即是走紅水 時間應該都不會差太遠 可能差5至10分鐘 或者10幾分鐘 即是真的不會差太遠 因為你走 你這樣去 由歌庫街去大友街 走西水 我想都要20分鐘左右 那你走紅水 都是30分鐘 其實感覺上都不會差太遠 但他願意走 司機就會服務態度好一點 那就 那就 不經 不經 家事居到天橋 再走那邊 就直接窩打路 因為上家事居到天橋 太失車了 之後 下了橋 有可能被紅水的 車籠頂頂著 這樣走窩打路 之後再轉亞家老街 應該會比較暢通 雖然有多點燈位 但你看到燈位 相對上都比較順 那 就 呃 應該會被走 駕駛居到天橋 再 呃 走那邊 即是走那邊 是會比較快的 我感覺 而且之前的人 都是 很多留言 都跟我說 盡量都不要走 駕駛居到天橋 我都覺得是的 因為他那種塞車是 去Google說 那個塞車會兩三分鐘 就過到 實質上可能 五至十分鐘才過到 那 那 現在就一直去 大友街 那 他在大友街 這個街口 這個位置 下 下了一下之後 那 我本身打算去 呃 廁所 那 轉右 那 那 那 我都開著旗 因為都未必是太急的 如果不是太急 我會開著旗 再去廁所 中途有限 那 我就 想去 呃 那個 叫什麼 那 裡面的位置 總之有個廁所 哈哈 就是 轉右這個位置 左邊有個公廁 但是呢 剛剛來到這個時候 就接了FC的客人 就 又繞一個大圈 就不斷繞一個圈 就 因為要去 Mikiki 那個位置 那 就 現在就 正在去 Mikiki 那個位置 啦 那就到達了 那 就等下 那 那 那 等 等 那 那 那 這裡就 想 嚇 了 那 就 那 就 那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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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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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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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 我覺得是沒那麼固定的 你看到這裡開始固定了 如果我要去金馬倫道 要去金馬倫道 客人都可以讓我走這條 遙道 紅磡遙道 這裡是不是紅磡遙道 總之那些人通常叫新路 讓我走這條新路 然後再這樣下來 你可以避開所有塞車 就是這樣 但是要客人肯走才行 貴一點 雖然塞車也會跳標 但是有些客人未必會理解 他覺得你走遠了就是走遠了 如果客人肯走 就像我剛才這樣走 你繁忙時間 這些入尖沙咀也不用怕 不會塞的 但問題是客人是否讓你走新路 你問他可不可以走新路 然後他說走回舊路的話 你就 剛才去了金馬倫道 就去了金三角 尿廁 那裡有尿廁 去完廁所之後繼續找客人 轉了出柯士甸路看看 不過 柯士甸路好像很失車 不是的 剛才看也還好的 還好的 不算太失車 現在又接了一個客人 那就 呃 要去 又轉回去 甘巴利街 就 一路 就要去這個 橋福 柯士甸路 山景酒店 那就 走錯 我應該轉右 去K11 因為我應該轉右出柯士甸道 就 去 山林道 之後再轉出 尼敦道 這樣走才對 剛才走錯了 不是 你看到 不是 真的 未必是大家想像中 那麼熟路的 會走錯 不過有時候走錯 當刻會想起 有時候當刻不想起 就唯有 不好意思 那 還有 你要便宜給客人 還有在Google Map 看看怎麼走 K11 又接了下一個客人 其實 在轉彎位 現在又去 又去接客人 那 就 在河內道 K11 等下 不過這個位置 好像不太等得 盡快 那客人 對 不是太等得人 那 上了客人 就 K11 去順德中心 走西碎 又回去 講到 都是走西碎 那 就是 那客人 我看到這個客人 是一個商業客人 來的 一個香港人 加幾個外國人 然後 他們在研探間 就是 那個香港人 就在那裡聊電話 研探間 我想他的同事 就說 為什麼不走洪水 然後他說 當然要走西碎 去順德中心 當然 我也覺得 是 走西碎 你走 因為 西碎 兩邊都比較近 你走洪水 剛才有塞車 有什麼 那 當客人通情達 你走西碎 我 那 都 那 司機就 黑面指數會低很多 不過 現在 感覺上 洪水 剛才走 我都不是很塞的 我這樣說 那 塞車 你唯有希望 下一支旗 是好奇 就是順著去做 那 好吧 現在已經很快 進到西碎 西碎 其實都會失車 不過不是這個 中數 好像是 八九點 打後 之前上學 經過西碎 那 八九點 在西碎 都會失車 那 去順德中心 唯有跟這輛 洗地車 剛才 哈哈 現在 下客 下客 去哪裏 唯有 今天 看見 中環碼頭 也有些景 我來到 基本上 兩分鐘不夠 立刻上客 再來中環碼頭 看看 出事了 很多車 又不是很流動 車籠 那 再等一下 那 中環碼頭 真的是 但是 好像又 沒有我想像中 那麼短 那些客 我以為 去過王學大學 就會完 或者 出一出 禁鐘 那 就27元 都不是 都好像 上些客 都會 跳一下標 這個都 40元 中環碼頭 去馬仙道 天橋橋口 那個位 所以 感覺上 那些客人 會很短 實質上 都未必很短 那 那 因為 在港島 你需要 27元的期間 是會多的 是多的 那 現在 就 下個路口 這個路口 是 新 都不是 新 都 開闢了一段時間 以前就不可以這樣轉右 對 那 現在繼續去找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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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都是 打算去 下馬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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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那 現在 就要 去 接客 那 那 就要去奧運大樓 在數光報很多人學車的位置 有很多人學車,還有人在考試 前面的白色貨車位置 就是考試車 不知道合不合格 數光報奧運大樓去南灣半島 他就叫我出到銅鑼灣 西慎利縣附近的位置 先放下兩個人 這個位置就放下兩個人 我就繼續出南灣半島 現在就要找高士威路 再上東區走路 在廣島來說算大 入小西灣 雖然銅鑼灣入小西灣 但也有10公里 我覺得廣島來說算大 廣島很少可以10公里 新界九龍桶 全灣出一出旺角也有10公里 但是廣島很少可以10公里以上 所以很棒 在廣島的心態就是 遇到超過100元的旗 你已經會很開心 當然在九龍你遇到也會很開心 但是廣島遇到你會更開心 哇 這麼幸運 有很多人 然後 現在已經到南灣半島 在過海站尾下客 下客走遲一點 又有個街口 他就不走到的士站上客了 南灣半島去康文工業中心 出柴灣 由小西灣出柴灣 到這個期的時間已經很快 但只有三十多元 下客之後 打算是去柴灣站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人墜山呢 過五一 不知還有沒有人拜山呢? 清明都過了很久 五日勞動節都過了 還有沒有人拜山 哇! 這條龍很長 打算看看有沒有貼士單 但沒有的 純粹看一看 來上客吧 不過好像很多都是老人家 少一些年輕 或者中等年紀 所以可能他們都未必會用些apps 現在就上歌連神國火葬牆 都不是很實車 之前有些 師兄可能有些日子是塞了整個小時 今天不是很實車 或者根本都完全不實車 不過上來警察就跟我說不可以轉左 查溫華人永遠墳牆撞了車 但我都說不是上醜 因為永遠墳牆 我是上歌連神國 即是如果要去華人永遠墳牆 就要剛才的路口位下車 基本上就是生腳 走上去 那好啦 歌連神國火葬牆 下車也很好運 下車也很好運 立即有上一個就去興文村 剛才看到也不是很多人在歌連神國 不是很多人在歌連神國火葬牆 不是很多人在歌連神國火葬牆 所以能夠上回客人 這樣就不錯 下山 其實我原本就打算一直做這個 墳牆專線的可以 好像都OK的 一上一落 85元已經可以賺到 那 不知道一個小時能不能做到兩至三次 但是呢 算了 今天都要休息一下 去車朋友 吃飯 吃完飯之後就 在這個 呃 在上環這邊 就接坐一個客人 那就 要轉入 永樂街 等一等個客人先 在永樂街 去嘉莉酒店 也是走西碎的 雙眼法方 走西碎 雙眼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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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走紅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真的應該 不會差太多 因為你走 嘉莉 嘉莉 即是直接在 洪水旁邊 基本上嘉莉 雖然你要繞過去也要一點時間 我這樣說 但是呢 真的直接在洪水旁邊 不過 走西碎應該都 真的會快一點點 我也是採納之前 很多人提供的意見 就不要走 家事居道 那邊 就走左敦道 很多人這樣說 覺得走左敦道 會更快 比起走家事居道 那我現在實測一下 現在中午時間 兩點多 走家事居道 會不會是真的 走家事居道 會不會是真的 走左敦道 會不會真的比家事居道 而我感覺 好像是 雖然家事居道 那條路是 直接上橋 如果你不塞車 這樣直接上橋 會真的快 但是呢 現在呢 在左敦道 塞幾支燈 都更快 你走家事居道 那個 即家事居道 那裡幾條線排隊 排成一條線 塞進去 那個情況 是很惡劣的 那現在上一上加里 不知道有沒有的士排隊 是有的 那下 走啦 去廁所 去紅磅碼頭 那個廁所 之前我也有去那個廁所 不過那個廁所 其實是臨時廁所來的 因為那個舊的廁所 正在修正 但是現在看見 好像維修好了 挺好 那這裡 泊車有OK的 少些抄牌 然後呢 可以去一去的廁所 那我打算出回黃埔那邊 那這裏 U-turn 去到黃埔那個最大 最多人排 最多人去的 那個即使站 那 沿途這些 就不在這裏等下 雖然有時候 有些司機 都會在沿路這些位置等下 那 但去回這個大的站 感覺上 流動力會高些 來到一輛車都沒有 好少可 雖然一個下都沒有 那 再等下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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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了 黃埔花園 好快都等到 兩分鐘內 又上了 黃埔花園 上個下 去亞家路街 創馬會 學童亞科診所 那 轉發光街 再 出亞家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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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現在沿路 就 應該會去天光道那邊 那 那 就 在沿路 那 乘客又問 我為什麼這麼年輕 又 又說些 聊聊天 聊聊 其實都 挺開心的 挺享受的 那 我最後還 展示了 這個頻道 給他看 哎 我開車也有拍片 他說 他們 他們的兒子也有拍片 挺開心的 聊聊聊 那 下了客 之後繼續找客 今天都比較輕鬆 而且 都做得多街客 那 由 亞家路街 去樂庫 一出來就馬上有客 輕鬆地做 其實 又有人問 如果 做 有人問 只是做街客 找到吃 應該都找到吃 都圍到屁 但不多 那 我覺得 不過 做街客有個好處 就是 好像是 好玩些 舒服些 做Apps 是有些趕著做的 要在指定時間 去到客戶 然後 你經常趕著 想快點接一下 但那個心態 你做街客是輕鬆些 還有 有時候你這樣輕鬆渣 反而有驚喜 營業壓反而都會不差 例如今天這樣 輕鬆渣 都沒什麼問題 接多些街客 輕鬆地做 發覺 甚至乎 給某些我不斷做 Apps 的日子 還要好 今天都有接Apps客 有這樣說 不過就是 一半一半的 就是 營業壓的構成 就是 一半街客 一半是Apps 那 就 現在就繼續去接客 王大仙 上村 就去人安醫院 隧道口去隧道口 好少可入沙田的期間 都 都不是很少可的 不過這支就是隧道口去隧道口 不過 它也不算好隧道口 我想再去隧道口去隧道口 我不知道 如果從廣播到 去世界花園 我不知道 要不要用50-60元 是不是應該都會去到 廣播到 去世界花園 我 不知道會不會有 隧道口去隧道口去隧道口的 旗 通常去沙田都不會很便宜 因為那些旗 沙田始終 寬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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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遠一點 那麼 起碼 六七十 八十九十 一百 過一百都更加有 那麼 所以去沙田 那些旗 通常你出城 沙田出市區 市區入沙田 都是一個挺好的 司機會很開心 因為 都不便宜 沙田很少可失 除非繁忙時間 全灣盛碎落 沙田就會失 那麼 現在就 在人安院落客 拿了客人之後 前面兩輛的士 又 接了客人走 我就直接成為頭位 排一下這個站 之前有師兄說 其實覺得 人安醫院也有得走 我嘗試一下 看到剛才前面兩輛車也有得走 所以我自己也試一下 真的有得走 很快也有得走 人安醫院去尖沙淨 是遠的 我記得 一百二十幾三十元 是否大概這個數呢 差不多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元 那我問客人 這次 學精 之前有些 跟客人有些 跟客人有些 有些爭議 水泉路去 德興街 我走獅子山 即是那天假日 我走獅子山 他說應該走獅子山 這次我問 學精 參考了各位師兄的建議 我直接問他 是獅子山還是獅子山 之後 那客人說 我也不太知道 那走獅子山 我幫他做決定 走獅子山 走獅子山 快點 的而且我快點 你看到剛才獅子山 出獅子山 出獅子山 如果去到公主道 出獅子山 又會有些塞 剛才是經歷過的 我剛才也有試過 出金馬倫道 你知道 洪水塞的時候 就會倒貫上公主道 會令到公主道 也會有些塞 你走 但 尖山 然後出獅子山 然後出獅子山 轉彌敦道 首先 這條路會比較順暢 第二 會沒有那麼塞 不過 雖然來到 這條路 也有點塞 但幸好客人 不是問我哪條路 沒有那麼塞 如果他這樣問 哪條路沒有那麼塞 我應該會搭 兩條路都塞 但尖山 應該時間上 會快一點 我應該會這樣搭 你想想 如果客人問你哪條路 沒有那麼塞 你說 尖山 沒有那麼塞 來到這條路 你被他遇到這種塞車 哈哈 你的客人一定會有點不滿 你理解到 所以 所以 不過 這個客人就比較容易華為 對比其他客人 我講真的 那麼 全部都交給我安排 最好 哈哈 你看到 都不是塞很久 都 都叫少少塞的 即是轉幾次 轉兩三次燈才去到 但是 阿士電到 轉兩三次燈才去到 真的好少 那麼 現在又由尖沙咀 跟巴里道 即是 剛才 這個客人有帶了個漂亮的客人給我 美麗華 落客後 走遲一點 在跟巴里道 都是同一條路 上了客人去 啟德稅務大樓 那麼 剛才的位置有兩種方法 去 啟德稅務大樓 有兩種方法 就出來 前面的位置 但是 我就 我就怕 呃 怎樣說 即是 上橋那條路 還有走這邊 這條路 但是上橋我怕它會塞車 但是這邊也會塞車 哈哈 現在就 一路去 啟德稅務中心 這個就 下啟德隧道之後 就 馬上出 一落隧道立刻出 然後 就 轉 上來 就 在碼頭圍道 碼頭圍道 就不要上橋 不要上橋 就 因為它有一條 K-72天橋 可以直接去到協調道 這條橋 之前就是 很久以前是荒廢的 現在就重用了 就可以直接去協調道 我雖然知道這條橋 都 起了很久 但是我也是第一次走 所以 所以 水母大樓 一落下 不知道是否 關於報稅 報稅的第一天 5月2日 報稅的第一天 不知道是否這個關係 水母大樓 很多人 很多人在 排隊 坐的士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和報稅這條橋 一落下 又馬上客 去SML Tower 即是在海濱道 那 就 剛才 人安醫院 下客 兩分鐘之後 就 很快就上客 去美麗環 美麗環 下客 又有客 來 稅務中心 下客 又有客 去海濱道 有時候 你做街客 就可以有這種客接客 你做Apps 做Apps 你應該沒有 因為你下客後 你又蓋旗 去下一個位置 即是 你就 你就不會有這種客接客 有時候這些客接客 你想想 我自己在這個中 可能已經做了 人安醫院出 尖三罪 尖三罪去稅務中心 稅務中心又去海濱道 反而好像更多 即是 營業額 這個中內的營業額 更多 做Apps 不過真的 有些幸運才會這樣 下接客 很多時候都不是下接客 例如我現在 例如我現在 假設現在 SML Tower 落 應該就不會有客 走著了 因為比較少客 在海濱道這邊 隨機截車 那就 繼續去找客 做街客 有時候就會有好運 但有時候 就要不斷去找客 那 就 對 現在 但出到這裡 再接客 就要去 牛頭角 玉年桌 但是 我又要出回海濱道 那 就 現在 由海濱道 因為你要海濱道 轉右 才可以上牛頭角 那 這裡就 直走去 牛頭角 那 那 去到這裡 上回客 就去 玉年桌 去紅藍半島浩亭 那 即場幫他調個好頭 這個位 這個位是要調頭 對 那 那 現在 就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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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路 了 這路 又再 去 建立隧道 再走 走到 南 上面 天橋 不知會不會塞車去半島浩亭這條天橋 不過 塞車就算了 因為都快要交間了 塞車也不會影響到我 我做完這支旗點都是進去交間了 所以塞車也無所謂 因為我還有一個小時的 不會不夠時間的 Google Map就教前面紅墜的位置上 但塞車到這樣 他就領了一條路線 加市居道 但塞車到剛才這樣 唉 我覺得沒有信Google Map 走這邊 走內街 然後轉出來 這樣其實比Google Map更快 推介那條路 有時候真的未必 盡信Google Map 因為 走那條路線真的失敗 走這邊雖然多一點燈位 但你看看 流動暢通的 這麼快已經到了半島浩亭 現在進去交間了 現在進去交間了 今天做得比較多街客 之前的影片我都不是做很多街客 好像只有一條影片是做得比較多街客 今天做多些街客 休閒一下渣 反而都有意外收穫 生意都不錯 今天這條影片大致上到這裏 有什麼都歡迎大家和我分享 歡迎大家訂閱和讚好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